您去过冲绳南部的和平纪念公园吗 它是全日本唯一的战争遗迹公园 每年有上百万的访客 来这里感受二战历史的洗礼 住在冲绳的台湾人许光辉 这几年努力推动 希望在园区内设立台湾人魏灵碑 让各界看到台湾在二战中的角色与牺牲 但由于台制政府不支持 屡屡受挫 而透过日本民间团体的协助 台湾人魏灵碑终于渴望在今年底动土 而这背后也蕴含了很多老一辈充神人 对台湾的感谢与感情 为台湾人魏灵碑终于渴望在要也可以 中国人就是一个家庭 这些人的话全部要正好在站里手里 讓你日本人不能光顧太陽 對你所做新手工具 好嗎 大家都... 都去得了 所以我要有這個證明 來證明這個證明 我會想要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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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31號 沖繩本島最南端的 和平紀念公園 日本二戰航空老兵團體 正舉行聯合衛林祭 多位現役次衛隊軍官 也都出席 主辦單位宣布了一項 重大決定 重大決定 來自高雄鳳山 94歲的楊富城 是全場唯一的台籍老兵 眼不住激動 老早應該要騎人家一樣 要一隻地人比太多 那當時 我們台灣日本兵 去建市局的 當時 也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外國人 應該一樣 跟日本人 要讓這個國民眾 更多 越來越來越 越來越多 越來越無敵 越來越越 越來越多 越來越 越來越多 從這條線開始 然後到這邊 這邊都希望給台灣 台灣人紀念碑 大概28坪 差不多28坪 台湾的关系不快 当时的飞机 从伊兰取飞 神风特攻队吗 特攻队 1945年4月1日 美军登陆冲绳本岛 台平洋战争中 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面战役 揭开序幕 4月间 驻扎台湾的日军第八飞行师团 组成神风特攻队 从宜兰 新竹 台南等地出发 连人待机 自杀攻击冲绳的美军船舰 当中有多少台籍日本兵牺牲呢 不得而知 但是被鸣刻在纪念公园内的 冲绳战役20万死亡者名单中 台湾人只有34位 我认为被人住地固 包括沉默的船只军舰什么 很多都是在基隆外海 那台湾参与这场战役里面 其实有这么 角色功能这么大 台湾参与这场战役里面的 角色是这么重要 可是 二战结束以后 我们无论在立碑或者做各方面 还有我跟台湾有关当局接洽 他们觉得说 如果这34月就好 不然要怎么做 澎湖人许光辉 是琉球大学硕士 金泽大学博士 五年前 他决定举家 从新加坡搬到冲绳 究竟催生 台湾人魏林碑 算一算 他造访和平纪念公园 已经超过一百次 最令他耿耿于怀的 是园区内有一座 占地606坪的 韩国人魏林塔 台湾为什么不能 他就强调 1941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 韩国青年被日本人强征 然后配置到大陆还有南洋 然后牺牲一共一万多人 而且他特别强调 战时还有 那个被韩国总统 普正希 就是现在韩国总统的爸爸 在1975年署名的 至少韩国政府 他会用这样借着这个地 来彰显二战的时候 韩国人所说的这个牺牲奉献 就是说站在 至少站在韩国人的角度来看 那台湾呢 冲绳和平纪念公园 战地40公顷 是全日本唯一的国立战争遗迹公园 这里正是1945年6月 冲绳战役最后的激战地 日军与平民退无可退 他这边也被打中了 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后 和平纪念公园正式纳入都市计划 逐步扩建 如今园区内有50座 日本各县市及相关团体 设立的纪念碑 收纳18万多柱 战死者骨灰 而韩国人魏灵塔 1975年8月就设立 是唯一的外国悲区 韩国人魏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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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年度までは韩国は自分たちでやってました 24年度 自分たちでやってたと 韩国人魏灵塔 来てや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じゃなく 別の人に頼んでやっていました 25年度から うちの方に委託をされて 日本の後申神統計 朝鮮籍日本兵 在二战中 22,182人死亡 台籍日本兵 30,304人死亡 尽管碑文当中的虐殺字眼 引发左右派爭論 死亡人数也没有定论 韩国人魏灵塔 至少让每年上百万 造访纪念公园的各国人士 認識到当年朝鮮兵这段历史 人家至少要有一个争论的空间 因为有这样的舞台 才有这样一个争议的焦点 你什么都没有的话 连争议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 台湾与冲绳修妻与共 和平纪念公园资料馆 正在展出的冲绳人眼中的 战前与战时台湾 给了贴切的助脚 冲绳群岛与台湾的距离 比跟日本本土还近 1920年代开始 越来越多冲绳人 搭乘内台航线商船 移民到台湾 1940年已经多达一万四千人 特に沢山の人が行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一番多かったのは教員として 僱寺ですね 商店で僱く女性とかですね 警察も多かったと聞いています 1944年7月 日本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大败 塞班岛实现 眼看盟军逼近本土 日本政府对冲绳下达了书开令 9月起有上万人紧急疏散到台湾 1944年9月 袁花会葬与家人 从冲绳宫古古岛 疏散到台南家里 就读台南州第一中学校 就是今天的南二中 但到了10月 美军反攻菲律宾 雷伊台湾海战开打 为了切断日军后援 美军同步对冲绳与台湾密集轰炸 1945年8月 日本战败 包括疏散到台湾的冲绳人 以及定居台湾的琉球桥 共2万3千多人 我认为了切断日冲绳的冲绳的冲绳 但是一上岸就后悔了 沖縣到台湾的冲绳人 我认为了切断日冲绳的冲绳的冲绳 我认为了切断日冲绳的冲绳 在宣布设立台湾人 魏林碑的仪式中 紧鼓里正一低调忙进忙出 他是协助许光辉 促成日本老兵团体 捐地的重要推手 同样出自一份对台湾的心情 立委周尼安则是台湾唯一专程赶来 出席相亭的国会议员 这几年 许光辉不断奔走台日之间 游说陈情 希望工部门支持立碑 但总是落空 如今好不容易在战后七十年尘埃落定 他已经想好 碑名就叫台湾之塔 只是什么样的境遇 让台湾人二战纪念碑 台日政府角色全都缺席 最后只能靠民间突围 牺牲在六百多公里外的冲绳海角 这场舞台湾人二战纪念碑 我认为一位太阳 发生于1945年4到6月的冲绳战役 是太平洋战争结束前规模最大 死伤最惨重的一场战役 而当时台湾因为与冲绳属同一个战区 命运也紧紧交错 看趋势 说真话 独立特派员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婷宇 我们下周再会